因為我不是保護環保 所以我不太清楚以台灣現在的垃圾量 我們有辦法沒有新蓋的 掩埋場嗎 如果不新增任何的掩埋場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如果非蓋掩埋場不可 到底台灣現在還有哪個地方 合理或是能蓋掩埋場 其實台灣的垃圾現在大部分都是用 風化爐 那風化爐的時候嚴峻的問題我就不講了 但是垃圾不夠傷 因為台灣是前亞洲地區 這是全世界資源的收縮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垃圾不夠傷 所以掩埋場它只是另外一種 光山溝結的一個網絡 主要是因為東山是要做試驗 試驗被欺負 然後掩埋的有一些是不能騰傷的 他先回答 我先回憶一下火爆浩燕的問題 這個其實也是我 我後來有反省 反省就是說 其實在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 掩埋場 大家要蓋 大家都不要蓋對不對 那可是我們有這麼多垃圾 到底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就會最近在想到清場 就是我們台灣有多少能格 垃圾掩埋場或是什麼 大家會發現那個爐渣亂丟對不對 那丟到就是也沒有地方處理 那接下來怎麼辦 就是要填海照島 所以我看到右邊有很多年輕的小朋友 你們可能過幾年看到了台灣地圖 就不是想看過 就是因為大家都在填海照島 可能後來就變成一塊什麼 變成一塊壁的不一定 那個地圖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講爐渣 爐渣的源頭是什麼 你說它是鋼鐵廠 那如果我們今天下游的 下游已經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你上游的鋼鐵廠 要不要繼續再發展 這是一種檢討的脈絡 那接下來就是 那如果它要生產 那我們有這麼多垃圾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可是以一個整個的那個 cycle 來講的話 如果你今天這個國家沒有辦法處理 你終端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往前頭去檢討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發展鋼鐵業 鋼鐵業可是又大部分就是外銷 就像我們在講石化 今天不會跟你講說石化很重要 可是大部分的石化 你的產品有五成 甚至六成是外銷的 可是你把很多的污染的東西 都是留在國內 更何況你都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我有在檢討這個 就是第一個 我們台灣到底那個廢棄物 剛剛中間講的是家庭垃圾 可是掩埃場 基本上它掩埃是事業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在我們的法令裡面 是不能去焚化爐掩埃 因為焚化爐是民生的垃圾 那事業廢棄物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處理 甚至就是很多的事業廢棄物 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的組織榮養是不是夠 那如果不夠的話 是不是有某些部分是可以再利用 比如說像榮祭 它又可以去做什麼 那有沒有去做到這一點 那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再檢討我們最上有的發展 我們是不是需要做那種事情 然後留下很多的垃圾 那如果不行的話 是不是要去檢討這個產業 我來說一下 我來說一下 這個問題 我從2005年參加這個 2006年參加這個運動 每一天我都要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反對它 都不要蓋 那台灣的垃圾去哪裡 那我如果沒有辦法 這個問題想清楚 我沒有辦法就是繼續做這個運動 所以 其實我們每天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反對這個 垃圾廠並不是反對台灣 完全不要有事業廢棄物業嗎 我想這個是很清楚 我們反對它是因為 第一個有辦法 所以剛剛楚娟有講過 你們立場很清楚 就是只要這個地方沒有斷層 沒有地下水 紅毛團體沒有反對它的理由 所以我們衝擊一切的要證明 到底有沒有 如果沒有就不要炒 這麼偏遠的地方放 也買一場 其實一定程度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想 當然是更往後拉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這個產業的問題 那要去整理說 這個我們台灣到底 現有還可以存的多少空間是多少 那未來可以開發的地方有多少 那在這樣的架構下 選一個COS-EFE最高的一個產業來處理 這樣的事情 這個我們每一天在這個運動 我們其實環保環體一直在自我的 來問我們自己 你剛剛所問的問題 我來回憶一下這個 有興趣的人 8月14號環保署 他要探討這個填海造島 灰氣物填海造島 是事業灰氣物 所以你們可以去報名 這公民都可以去報名 然後進去參加 因為他總共有五個議題 那我經過這幾年參加 這個跟水有關的 我只要淑娟有出場的話 他在後面是我的顧問 然後我的老師成就好老師 他一定會給我很多知識 所以我現在真的有很多老師在幫我 那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淑娟只要有來他 我真的非常大的幫忙 那8月14日一場 然後這後面還有然後寄上 那我都會宣布在我的Facebook 我Facebook是J.E.N.N.I.E.N. 因為我有點小脸 其實自己脸那個英語名叫做真脸 J.E.N.N.I.E.N.就是真脸的意思 所以我們都會在Facebook都會有公佈這些 因為這整個會氣物到底怎麼走 環保團體都還在關心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去參加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等一下太子先請 其實剛剛你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他這個問題的關鍵在 我有一點跟許醫師一樣 就是說他把一個掩埋場 掩埋場放在烏餐頭水壁的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水庫是一個水質水源保護區 所以他周圍應該他是屬於環境被管制地帶 所以你放了一個事業廢棄物的煙埋場 是必然就會影響到那邊的水質 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種叫做事業廢棄物 有一種叫有毒 有一種叫美毒 那先政府真的有辦法 那麼有能力把關說 那個業者不會把有害的埋進去嗎 因為從過去的那個就是 事業廢棄物只要開放 然後你如果沒有做好那個 三年單和五年單的確實通報的話 可能就是有毒進去 那你看又有地下水 又靠近烏山頭水庫 那個造成的影響是非常少的 而且烏山頭水庫都是台南他們的飲水的必要性 我要再講三十秒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我們今天走到這邊 公民運動接下來要做事業就是要編證 其實大家會發現 我們的政府很喜歡把事情兩極化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不是是就是非 你剛剛講說實話不要蓋 他就說那經濟很重要啊 那經濟怎麼辦 可是我們的事情已經不是說經濟跟要 就是有蓋就有經濟 沒蓋又沒有經濟 不是這樣子 你要辯證到說 這個事情我們講國光實話好了 國光實話為什麼大家會反對呢 你如果今天蓋到一個不會影響別的地方 其實沒有人會反對 可是你就蓋在一個就是會影響大家的地方 包括這個玉璃反風車 為什麼大家要反對 大家不是反 然後你說你反對他就說 那你為什麼你要反核能 你又反再生的人 那你這個團體是怎樣 有時候我們精神錯誤之類的 可是 我們不是 大家不是反對風車 是反對你風車蓋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以後的辯證應該要細緻 就是走到這種比較理性的細緻 也是我做記者這麼多年來 一直想要去偷破的 不是什麼事情都是四根飛 他要經過很細緻的去辯證 一個對的事情放在錯的地方 他就是錯的嘛 他就是錯的嘛 你怎麼樣把一個事情放在一個對的地方 那就沒有人會去反對他了嘛 我懷疑你塞怎麼樣 那個 我想重點是 他談的是 我覺得是回到環環段 也是策略的問題 因為不是一個反 就是正當性 因為你的策略不太好 比如說我就比較反核 我就比較不喜歡說反核 而我是說政府必須承諾在15年內 達到核能發電的15%再生能源 各位知道我的思考 比如說你在反核的困難中 你就要光臨其實最重要的是 讓再生能源或者某些能源 能夠達到那個超越核能發電的15%到14% 那其實如果你在某些團體在運動上 持續要政府每年承諾5%5%0.5%的成長 其實30年前的反核運動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思考的時候 其實很快 我們相關的人員都超越核能發電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時代已經不太用 有些策略上是必須要修正 也不是兩極化的思考 這就是為什麼公共政策 理性探討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環保運動也要進階 那我們今天就做我們今天的ending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請 簽書 簽書最重要的 謝謝大家 好 小明姐到那邊來幫大家 請